黑色轿车路回右转 突然驾驶油门一踩 加速冲进一旁机车阵 碰一声整排机车全速遭殃 不只向骨牌全倒 还被轿车压了上去 这下闯大祸了 驾驶立刻拿起手机下车求救 但遭撞机车变成这一副惨况 谁就回到现场发现 当时被撞的汽车里头 还有一辆留在原地 不只它的车壳完全破裂 就连它的后照镜也少了一块 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 整排机车全被挤压 零件破的破 飞的飞 甚至连轿车车头前 都还卡着三四台车 这一起离谱车祸 就发生在新北地方法院前 午后这猛力一状 把附近店家全吓坏了 警方调查发现 19岁的黄姓驾驶 根本没有驾照 当天疑似开着朋友的车 工程过完时 车辆突然失控爆充 才会撞倒整排机车 事后统计一共二十一辆机车遭殃 经查黄南京城还算可以 且九十二次为零 全一招中事部相关规定处置 冰镇的黄南跨越双黄线 及无照驾驶部分 建议道交管理处罚条例来做取罚 招中的机车全都要赔 无照驾驶等违规部分 恐怕也得吃上罚单 一个转弯闯大祸 这下荷包恐怕更难受 三星和河梦哲有头 先报导 好